吃了火锅,吃什么?刮油 火锅一直以来都十分地受欢迎 不管是在寒冷的冬天 还是在炎热的夏天 吃火锅都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不过吃火锅是非常容易长胖的 那么,吃了火锅后吃什么能刮油呢? 吃完火锅后可以吃点苹果 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能促进身体的消化吸收 避免热量转化为脂肪在体内堆积 而且苹果具有非常好的饱腹感 可以减少其他热量的摄入 还可以吃一些木瓜 木瓜中含有丰富的木瓜蛋白酶 可以把脂肪分解为脂肪酸 从而减少人体脂肪的堆积 而且现代医学发现 木瓜中含有一种酵素 能消化蛋白质 可以帮助人体对食物进行消化和吸收 长期食用还有利于身体健康呢 准备